与神同在 作者 劳伦斯 前言 这本小书是法国罗兰地区尼哥拉 哈曼先生的言论与书信集 他是下层社会的人 没有什么学问 曾当过兵 也做过随从 他于1649年进巴黎的一所修道院做厨师 此后他改名为劳伦斯 他于1691年2月逝世 享年80岁 这里一共有四次谈话 大概是他的朋友报复先生记录的 还有十六封信 是他自己写的 他的言论与书信 只注意一件事 就是与神同在 不仅在祈祷时与神同在 就是在事物最忙的时候 也是念念不忘与神同在 他这样做 让他的生命越过越圣洁 越敬虔 越爱神 除神之外 宇宙和世界对于他 好像空白似的 有了神就有了一切 他的心常常充满了神 他的光景 正像诗篇73篇25节所说的 除迷以外 在天上我有谁呢 除迷以外 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他与神同在的经历 有四十多年之久 他以这为他的宝贝 所以孜孜不倦地劝别人 他的话 好像告犹 能使人的灵命滋润 凡全心爱神的人 都会看见他画的宝贵 第一次谈话 我第一次会见劳伦斯先生的时候 是在1666年8月3日 他对我说 当他18岁回改信主的时候 神曾赐给他一次特别的恩典 就是在那一年的冬天 他看见树叶子凋零了 同时就想到在不久之后 叶子要再生 还要开花结果 他就很惜其神造化的能力 这印象在他里面很深 很有能力 也令他永远不能忘记 因此他就完全撇下世界 使之爱神 他第一次爱神的心非常坚强 虽然经过了四十年之久 他还不能说有否增加 他曾做过傅伯先生的仆役 是一个没有佳容美貌的粗人 他曾想进入修道院 借此来改良自己 但是神不应许 他也就在他当时的光景里 得到了满足 如果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 我们就得继续不断地和神交通 离开神的交通 而思念琐碎的小事 是很愚蠢的 如果我们奉献给神 得着神对我们生命的 喂养和滋补 我们就要得着大喜乐 我们应当生发一个活的信心 小心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 我们当以信心做行为的准则 可惜人总是以反复无常的奉献来代替 教会的灵就是信心 由此就足够使我们的生命真于完美 我们应当将我们属灵及属世的事 一并交托神 寻求的旨意 以成就的旨意为满足 一切苦乐在所不济 因为真正爱神的人 苦乐是一样接受的 当你祷告觉得枯燥难受的时候 需要忠心 因为神要借此试验你的爱心 此时就当退回到神里面 单独与神亲密 你属灵的生命就必大长进 他对于世界的苦恼和罪恶 并不像从前那样的惊奇 反而叫他稀奇的 使他知道神能对付最大的罪人和罪恶 他只要为他们祷告 并不觉得难受 当我们退回到神面前的时候 有一件事应该注意 就是我们里面的情绪 因为这属魂的情绪 能与天然的事物混杂 也照样能与属灵的事物相混 不过神会赐恩来光照那些 诚心爱神的人 如果我真心诚意地来是奉神 就可以随时去同劳伦司交通 不要以为这会麻烦他 但如果我并不是定义服侍神的 就不要再去见他了 第二次谈话 1666年9月28日 他常被爱管理 毫无己见 因为他以爱神作为一切行动的目标 他对自己亲近神的方式就十分满意 为这爱神的缘故 就是在地上拾起一根草来 也觉得快乐 因此他就不求别的 只寻求神 就是神的恩赐 他也不寻求 曾有一个时期 他心里非常难过 因为他的确相信他会灭亡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 把他劝转回头 他的心却是这样想的 我并不是要做一个神职人员 而是因为要爱神才进修道愿的 我一切的努力 也都只是为着神 不管我灭亡也好 得救也好 我只要常常单纯地爱神 我至少能够得着这些爱神的好处 到了死的时候 我就已尽我的一切爱他了 他这样心里难过 有四年之久 在这四年中 他受了很多的苦 此后他的生命就非常自由 也有不断的喜乐 他也将所犯的罪放在神和他的中间 意思是说 他是不配得着神的恩典的 但是神却将更丰富的恩典赐给他 如果我们要有一种 与神时刻交通的习惯 在起头的时候 就得殷勤地去找他 以后你会看见神的爱 这爱要在你里面激励你去爱他 去与他交通 这样你也就不觉得难了 他也知道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 人生的道徒花香长蓝 所以就是有苦难伤痛的事情 临到他的时候 他也能处置泰然 因他知道 靠着自己 他不能做什么 但是神不会失信 神能给他足够的力量 来应付难处 当他有机会彰显美德的时候 他就对神说 主啊 若是弥补给我力量 我就不能行 后来他就得着力量 过于他所求的 如果他在什么事情上 有不尽责之处 他就一面向神认罪 一面对神说 主啊 只要弥烧一离开我 我的本相就是如此 我之所以不跌倒 都是因为有弥 是弥视我不失败 是弥补足我的缺陷 他这样认过之后 心里也就不觉得难过了 每当有事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若用最简单的信心 最诚实 最坦白的态度 来到神面前 求神的帮助 你就会看见 神是永不失信的 他总要恩待你 他有一次被岔到 伯根地去买酒 他对这差事 非常的不愿意 因为成久的木桶装满了船 而他的脚有残疾 要走动 必须在酒桶上来回爬行 行动很不方便 但是他却胜过一切的难处 对神说 他所做的是神的事 结果他这是干得很好 就像他在一年前 被派到奥沃纳 去买酒一样 后来他被安排在一个厨房里面做事 按天性说 他是最厌恶做厨艺的事情 但是因为他无论做什么事 都是因爱神而做的缘故 他就凡事借着祷告 求神的恩典 赐他做工的能力 他就觉得样样容易 没有难处了 这样有十五年之久 他常以现有的情形为喜乐 他可以做 可以不做 并无自己的倾向 他在任何的情形中 都能找到快乐 因为他做这些小事 为的是爱神而做 定时的祈祷 与平时的祈祷 对他并没有什么不同 虽然因着上司的命令 有定时的祷告 但是他不需要那样的规定 因为即使是最大的属实工作 也不能叫他离开神 他知道他需要在凡事上爱神 因为他自愿这样做 无需顾问指导他 但是他却需要一位 听他忏悔的神父 来赦免他的罪 他对于过错的感觉 是很敏锐的 但是他却不因此而灰心 他向神认错 却不求神原谅 他认错之后 还是安安静静地操练他 如何爱神 敬神的功课 当他心里愁烦的时候 他并不和人说什么 他因着信 知道有神与他同在 他就很满意地 将他一切的行动 都向着神去 就是在所有的行动上 叫神喜欢 也不顾虑有什么结果 无用的思想是最坏的 是祸患的起头 所以当你觉察 这事与救恩无关 又不是正当的 就该立即除去 并要回头与神交通 在起初的时候 他有定时的祷告 他拒绝游荡的思想 但还免不了 有游荡的思想 他总不能像别人一样 有一个合适的办法 来是奉神 虽然他在起初 曾默想该怎样是奉神 但是后来这思想 不知不觉的没有了 他想得最清楚 一切的克己与治愈 都是没有用处的 唯有借着爱与神联合 借着继续的爱神 和凡事都为神而做 直接进到神的面前 才是治愈最短的路途 出于悟性的动作 与出于意志的动作 是大不相同的 前者的用处很少 后者很大 我们唯一的事 就是使之爱神 以神为乐 一切的治愈 若无神的爱 甚至不能除去一个罪 我们应该深知 我们的罪能得着赦免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 只要尽力尽心地爱他 神会将最大的恩典赐给罪魁 好彰显他的怜悯和慈爱 世界上最大的痛苦和快乐 是不能与属灵的苦乐相比的 他都经历过 所以无所顾虑 也不惧怕 他只需要一件事 就是不得罪神 他没有自责 他说 当我失职的时候 我立刻承认说 这本是我常做的 只要民意离开我 我就永远不会尽职 当他尽职的时候 他就感谢神 承认这是出于神的 第三次谈话 1666年11月22日 他对我说 他灵命的根基 就是借着信心 对于神有一种 最高的观念和认识 他自从一次 得到了这种观念之后 他什么都不管 只要忠心拒绝 所有别的思念 转一地在一切行动上 都是为着爱神而行 若是他有好些时候 没有思念神了 他也不怎么样不安 不过到神面前 承认他的失败 又转向神病思念他 他因着忘记了神 就更认识自己的败坏 所以他更信靠神 我们信靠神 是要让神的荣耀的 同时也能让神赐下 更多的恩典 一个全心性 靠神 又是定义为着神的缘故 肯忍受一切苦的人 神必定不会使他 长久受苦 因为神是信实的 他不会背乎自己 他在许多的事上 常常经历神恩典的拯救 当他要做什么事 他并不预先筹划 等时候到了 他就会清楚地 由神那里得着一切 合适当做的事 这不过是他心进的经历 在以前 他对于自己的事 还是常有挂虑的 他对于以往的事 不去记忆 一件事一过去 他就不容易再记起 是怎么一回事 比方他吃了饭之后 他就忘记吃的是什么 他只记得一件事 就是一切事 都为爱神而做 他感谢神 因为是神引导他做的 他在什么事上 都是如此 他无论做什么 都非常简单 并且常有神的同在 有时因着事物忙 稍微有些不思念神 神就给他一个新的提醒 这提醒如火烧着 甚至叫他激动万分 无法自制 他反而觉得 在日常生活上 与神的联合 剩余在退休的时候 身体与心思中 最大的痛苦 就是失去知觉神的痛苦 这一点 他已经感受了很久 但是 因着神的恩赐 他知道 神不会弃绝他 也知道任何神许 可临到他身上的东西 神也必给他力量担当 所以他什么都不怕 也不为着自己的灵命 去和人商量 他若这样做 反而一句 他已经肯为着 爱神的缘故 将自己的性命放下 所以他不怕危险 完全顺服神 是通往天国 唯一的道路 也能得着足够的亮光 做我们行为的指导 当我们属灵的生命 起始的时候 我们该忠心尽本分 并要舍己 后来要得着 说不出的快乐 遇见难处时 只要求助于 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 什么都变容易了 许多基督徒 在灵命上 不进步的原因 就是专注在懊悔或对付 而忘记 爱神做他们的目的 这很容易 从他们的行为上看出来 这也是他们 没有真实美德的缘故 亲近神 是用不着记忆和科学的 只要有一颗专为他 想他 爱他的心 第四次谈话 他和我谈话很频繁 也很坦诚 关于他亲近神的办法 我在略述如下 他对我说 如果我们要不断地 与神交通 我们就该从心里 拒绝一切 和神发生隔阂的事物 这并不深奥 乃是简单的 我们只要信神 与我们同在 时刻和他交谈 当有疑难 事情临到的时候 就求神帮助 叫我们知道 神在这世上的旨意 当我们看见 是神要我们做的时 我们就求他 赐恩教我们做得好 在为做之前 就将是交托给他 做完之后 就感谢他 在这样与神交通的时候 因为他的恩慈和良善 我们就献上 尊敬 赞美 并不注地爱神 我们不要为着自己的罪灰心 应当靠着主的无尽的功劳 来到神面前 用充足的信心 求神的恩典 神是永远不会不肯 将他的恩典给我们的 只要我们的心不离开神 不忘记求助于神 神总是要答应 我们所求的 当我们专一地讨他的喜欢 爱他的时候 就是有难处 神也将亮光赐给我们 我们的成圣 不在乎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 乃在乎我们是否为神而工作 最可惜的 就是许多人夹杂了肉体 和自私的考虑 错误地把方法当作目的 追求成就某些事工 并不能好好地势奉神 他最美好的办法 就是在日常工作里 有一个目的 就是不讨人的喜欢 专一为着爱神 千万不要以为 在祷告的时候 和其余的时候 有什么分别 我们亲近神 在做事的时候 与祷告的时候 该是绝对一样的 他对于祈祷的看法 没有别的 就是信神的同在 除感觉神的爱之外 他不理会别的 在定时的祈祷之后 他还是一样地 在神的面前感谢他 赞美他 所以他的生活 一直都是喜乐的 当他灵命长尽的时候 他还盼望着 神会把一些苦给他吃 我们当从心里 将自己完全信托给神 永不反悔 绝对顺服他 相信他永不会欺骗我们 为着爱神而做的 就是小事 也不该轻事 因为神所喜爱的 不在乎事情的大小 乃在乎 是否为着爱他而做 在开始做的时候 不免会失败 可是这不要紧 到了后来 自然会成为爱神 与亲近神的习惯 用不着我们来挂心 并且这样做有 极大的喜乐 属灵的总觉 就是信 望 爱 常常应用这些 我们就要 与神的旨意合一 其他的东西 是无关紧要的 可用作方法来达到目的的 总是信和爱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在望的人 凡事不难 在爱的人 凡事容易 再坚持应用 这三样的人 担子就更加轻盛了 我们应该达到 一种目的 就是在今生 成为一个完全的敬拜者 好像在永世里一样 当我们进入属灵生命时 我们当彻底认清 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 我们不配称为基督徒 是该受一切的藐视 各种的烦恼 困苦 疾病 以及各样不顺的事 神要用内外各样的苦痛 使人谦卑 以后 即使有从人来的苦恼 试探 反对 冲突 也就不稀奇了 我们应当欢喜 接受一切苦难 只要神喜欢 我们就该忍受 因为这是与我们 大有益处的 我们更高 更完全的生命表现 就是我们更依赖神的恩典 当有人问他说 你是用什么方法 来得着这继续不断 和神同在的经历呢 他回答说 他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盼望 都以神为归 一切都向着神 也止于神 当他开始学习的时候 他用数小时的时间 在祷告里思念神 叫他的心 深深印着神的存在 他多注重 敬爱神的情绪 少注意理由 和美好的默想 他就是借着 这简易确切的方法 运用在爱神的事情上 敬他的力量 活出一个继续 不断与神同在的生命来 若是可能 就永不忘记神 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 他的心是充满着 这无限的神 他去做厨房里的工作时 因为他是修道院的厨师 总要将所做的 事先安排一下 看要如何做 但无论在工作前或工作后 一有空闲 他就祷告 当他一开始做事 总是用信神 靠神和爱神的态度 对神说 我的神啊 因为默与我同在 我必顺服默一切的命令 来做这些外面的事 我求默赐恩 再继续与默同在 求默在凡事上帮助我 接受我一切的工作 悦纳我一切的爱情 他一面工作 一面继续地和神 他的创造者交通 求他赐恩 也将一切的工作 奉献给神 事情做完了 他就省察一下 看尽了本分没有 若是做得好 他就感谢神 不然就求神赦免 并不灰心 像无事一样 仍旧与神有同在的交通 他说 由失败中再起来 重新用信和爱来亲近神 这就叫我达到一种光景 就是先前以思念神为难事 现在却以不思念神为难事了 劳伦斯弟兄 既然因着与神同在和交通 得了安慰和祝福 自然他顶热切地以此劝人 但是他的榜样 比他的话语更有力量 他的脸面就能造就人 那种甘甜和蔼 安静敬虔的态度 叫见他的人不能不受感动 他在做事最忙的时候 还能保持他天上的思念 他按部就班 不慌不忙 很安静地去做 他说 我在做事的时候 与祈祷的时候 毫无分别 虽然厨房里很吵闹 有时还有几个人 同时要几样东西 但是我有极大的平安 和神的同在 好像跪下领受主的晚餐一般 第一封信 亲爱的弟兄 你既然这样热切地 要我将不断与神同在的方法 告诉你 而这同在 是主因着怜悯乐意赐给我的 我就直率地告诉你 我答应你的恳求颇不容易 但是现在可以告诉你 只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不可将这信给别人看 如果我知道你要给别人看的话 纵然我满心盼望你完全得着 我也不能下笔写此书了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 在许多书上 有各样的方法 叫人亲近神 叫人得这属灵生命地造就 但是这些方法 反而叫我困惑 不能帮助我 我所求的 不是别的 就是如何能够完全围着神 这就叫我舍去一切 来得着一切 所以我将我自己完全奉献之后 我就除去一切的罪恶 因为爱他的缘故 我就拒绝一切不属他的东西 活在世上 好像没有别人 只有神与我一般 有时面对着神 好像罪犯在审判官的面前 有时又好像儿子在慈父的面前 我时刻敬拜他 常和他同在 稍觉远离 立即回头 虽然不易 却能继续 虽然有种种心思流荡的困难 但心仍安静 不自寻烦扰 我已与神同在做我的事业 从早到晚一直和他同在 好像在定时的祷告一样 我每时每刻每秒都在思念神 就是工作最忙的时候 也一直将一切阻挡我思念神的东西 从我里面赶走 自从我进修道院之后 这就是日常的功课 虽然学得不全 却以大得益处 我深深知道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 因为我们离了他 就不能做什么 我是比最小的还小 如果我们肯忠心地保守自己 与圣洁的神同在 将他常放在我们的面前 就不仅能叫我们不会得罪他 至少不是故意的 是他不喜欢 而且还能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圣洁的自由 并能熟悉神 随时能求得恩典的扶持 此后就成为习惯 与神同在变成很自然了 请你和我一同感谢他 因他将最大的恩典和恩赐 赐给这样不堪的罪人 实在是奇妙不过的 但愿万有都赞美他 阿们 您的主内的弟兄劳伦斯 第二封信 亲爱的弟兄 我借此机会写信给你 讲到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 因着与神同在所得奇妙的果效和成功 好叫你我都得益处 他已经有四十年之久 一直只注意一件事 就是与神同在 凡神所不喜悦的事 他绝对不做 不说 也不想 他如此行 没有别的目的 只是为着纯洁地爱他 因为神是最配的我们的爱 他和神的同在 已经达到一个地步 就是在任何环境里都能成功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 他一直充满了喜乐 有时候 因为喜乐太大的缘故 他只得想方法来调和 怕他会在外面表露出来 有时候 因为工作太忙 稍微觉得与神有些疏远 神就会在他里面 让他觉得神在呼召他 他也就忠心地回答 在里面的呼召 他若不是举起心来倾向神 就用温柔 爱情来注意他 或者由爱里发出话来对神说 我的神 看啊 我完全属迷 主啊 照着迷的心意雕塑我 后来他也似乎觉得 这位爱的神 因着这些话 就心满意足 安息在他心的身处 这一类的经历 叫他深深相信 神是常住在他的身处 无论怎样 再也不疑惑了 看他所享受的那种心满意足 时刻觉得在他里面的宝库 他就用不着迫切地寻求了 因为这宝库是时刻向他开着的 他若要 立刻就能享用 因我们对此茫然的缘故 他常叹息说 我们是可怜的 稍微的这一点 就满足了 他说 神的宝库好像无边无际的海洋 然而我们一得着海洋中 那瞬息间要过去的 微小的一浪 就满足了 哦 我们是何等的瞎眼呢 我们拦阻了神 停止了神恩典的流淌 但是神若找到了一个 满有活泼信心的人 他就要将他的各样恩典和恩赐 风风复复地倾倒在他里面 在他里面成为极流 好像水闸忽然挪开 泄放出奔腾的极流一样 可惜我们不看重这个极流 以致让他停止 但愿今后不再如此 让我们进入自己里面 除去一切的拦阻 赎回以往失去的光阴 利用恩典的余日 死亡紧紧地随着 日子也许不多了 所以让我们好好地预备 因为死只有一次 时候一到就无法挽救了 所以我再说 让我们进入自己的里面 时候近了 不能再迟延了 我们是何等的危险啊 至于你 我相信 你已经有一些 类似这样的经历 所以也不至于叫你惊奇 但是我劝你 不可少的就是这一件 所以我们必须时刻为此努力 因为属灵的生命 不进则退 但是那些被圣灵禁风 所吹动的人 就是在睡眠中 也是在进步的 如果我们还在风浪中动荡着 就让我们叫醒我们的主 因他在我们里面住着 他就要立刻使风浪停静了 我现在将我所想的与你分享 请你将这些和你所想的比一比 好让这些再一次 将你所想的挑望起来 如果反而叫你更冷的话 但愿神尽止 这正是大恶 就请我们回想 数算我们当初所得的恩典 但愿我们能从这位弟兄 所做的及所想的 的着益处 他在世界上是少有人知道的 但是神认识他 宠爱他 我要替你祷告 请你也为我祷告 1682年6月1日 第三封信 敬爱的弟兄 今天我从某姊妹那里 收到二本书 一封信 她正预备出来做主圣工 为此她盼望你和你一起的人 替她祷告 她很看重祷告 所以不要让她失望 为她求神 赐她因着神的爱 而能牺牲一切 赐她有坚定不移的意志 专一的是奉她 我可以将她寄给我的书 送给你一本 这书专讲神的同在 我想她里面含着一切属灵的生命 我觉得无论是谁 如果能照她去实行 不久必定成为属灵人 我知道 人若要正确地实行与神同在 他的心必须先到空 因为神要独占这心 心若不空 他就不能独占 心若不到空一切 而向着神 神就不能自由地在里面工作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样生命 能够比得上 继续与神同行那样的甘甜和喜乐 这一点 唯独实行而有精力的人 才能知道 但我劝你的目的 并不是为着寻求喜乐 乃是为着爱神 并为着神喜欢 我们如此行 如果我是一个讲道的人 我就要讲实行与神同在 胜过讲别的道 如果我是一个世界的顾问 我就要劝全世界的人实行这个 因为我想这是极需要 也是极容易的呀 哦 只要我们知道 恩典的需要和神的拯救 我们就永远不能失去它 就是一刻也不能失去 相信我 立刻下一个圣洁坚固的决心 再不故意地离开它 且要用你余下的光阴 活在它的面前 因着爱它的缘故 只要它看为对的 你就将一切娱乐全都放下 用你的心去实行这个 你若行得好 就要在最短的时期内 逮着果效 我也要用祷告帮助你 虽然我是最不会祷告的 你的弟兄劳伦斯 1685年 第四封信 我敬爱的弟兄 你所送给我的东西 已由某夫人转给我了 我奇怪 你为什么不将你对于我 送给你那本小书的意见 说一点给我听 我想那书你必定 已经收到 我求你 用你的心 在你如今年老的时候 去实行它 因为持坐总是胜过不坐呀 我珍惜其 一位信主的人 没有与主同在的实行 怎能活在世上 而敢满足呢 至于我 要保守 我在心的深处 一直与它同在 这样我就不怕饿了 如果稍微离开它 就像失去依靠似的 实行这个 并不怎样累积身体 虽然有时 甚至常常 使你失去一点正当的 合法的娱乐 但这也是很应该的 因为神不愿一个全心爱他的人 除他之外 还有其他的娱乐 我这样说 并非要用力 强迫我们如此 我们是奉神 必须有神圣的自由 我们也该忠心做 我们日常的事 不凡不扰地去做 同时 若觉得 我们的心离开神的时候 就要温柔地 安静地照回我们的心 使他向着神 我们应当完全性靠神 放下一切的忧虑 有时就是 有极美好的事 奉神的方法 也该放下 因为这不过是方法 不是目的 实行与神同在 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因为神 就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 用不着方法了 当我们与圣洁的神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能借着敬拜 赞美 感谢 心愿 牺牲等等 与神有爱的交通 你的天性 也许不大愿意 但是切不可因此灰心 你总得努力 也许有人想 特别是在起初的时候 以为这是浪费时间 但你必须前进 不理任何的难处 坚忍地保守 直到死 我将自己托付在你 和与你在一起的人的祷告中 1685年11月3日 第五封信 亲爱的弟兄 我很可怜你 因为这正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你如果能将你的事物 交给某某去办 而用你余下的光阴 专一的敬拜神 是何等的好呢 他不会将重担子放在你身上 只要你常常纪念他 敬拜他 求他的恩典 或将你的忧虑 谢给他 或因他在你的困境中 一直恩待你而感谢他 就好了 他正在要你常常 因他得安慰你 所以请你 无论在吃饭的时候 或在众人中间的时候 将你的心举起向着他 就是最微小的纪念 都是他所悦纳的呀 你无需大声高呼 因为他是比你所想的更近 与神同在是 无需常在礼拜堂的 我们可将我们的心 当作一个谈话的所在 我们可以退进心里 常常用温柔 谦卑 爱的态度 与神交谈 没有一人 是不能和神亲近交谈的 虽然有的多些 有的少些 他知道我们能做什么 他也许正等着 要我们立志 和他交通 所以让我们更勇敢些 因为我们在世的日子不多了 你今年将六十四 而我则近八十了 让我们和神同活同死吧 只要有他同在 苦难是何等的 甘甜快乐呢 如果没有他 最大的喜乐 也变成残酷的痛苦了 但愿他被人称赞 阿们 你当一步一步的熟练与神同在 并用你的权力来敬拜他 求他的恩 也将心献给他 若是可能 就在每天的工作里 时刻这样地势奉他 千万不要历死的规矩 或什么是奉神的特别方式 只要用信心 爱心 谦卑的来事 奉他就好了 你的主内的弟兄劳伦斯 第六封信 尊敬的弟兄 虽然我的这种生活情形 不是书本里面所能找得到的 但是对我并不为难 只是我很欢喜知道 你对我这种生活的意见 前几天我和一位很敬钱的人谈话 他对我说 属灵的生命就是恩典的生命 起始于奴隶性的惧怕 后来长进到有永生的盼望 最终因纯洁的爱而登峰造极 每一步的造诣 都有不同阶段的经历 到最后才能登峰造极 我并没有完全照这些方法去做 因为按照我直觉上所知道的 这些方法结果反而叫我灰心 原因指一个 当我起初信主的时候 我就立志弃绝自己 归向神 这就是我对付罪最满意的办法 除爱神之外 把其他的一切都弃绝了 在起初的几年中 我一般亲近神的办法 是有规定时间的祷告 在祷告中 所思念的就是死亡 审判 地狱 天堂和我所犯的罪 这样我一直继续行了好几年 就是在不祷告的时候 或工作的时候 我也很谨慎地将我的心 放在神的面前 因为我一直想 祂是常和我同在 也常在我里面 到了后来 不知不觉地在规定祷告的时候之外 也觉得心在神前 这一来 就叫我大有喜乐 大得安慰 这件事 使我对神的尊敬 达到如此的高度 以致唯有信心 能叫我得着满足 我想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他对神一切的观念 都不能满足他 因为他看出这些观念 还不如神自己的实在 所以他不满意 唯有借信心 所得的看法 才能满足他 因为信心看见神的无限 看见神的真实 看见神不是人的 意念所能想象的 这是我开始时的光景 在起头的十年中 我受很多的苦 因为我常常想到爱神的事上 总是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常常把以往犯的罪 摆在自己面前 同时也觉得神的红恩 是我实在不配得的 在这些年月中 我常常跌倒 幸好一跌倒就起来 那时一切的被造 一切的理由 以及神自己 好像都是反对我的 唯有信心是帮助我的 有时候 我的心思很混乱 以我所相信的恩典 当作一种假定的一段 因为别人需经过 很多的困难才能达到 而我怎么能一下子就逮着呢 有时候 我想 这不过是一种故意的自欺 我哪里能得救呢 当我专一地思念 我末了的日子的时候 这些烦扰和混乱 不但不能减少 我信靠神的心 反而使我的信心格外加增 我就立刻有一个大改变 我的心觉得 在我的里面 有一种很深的平安 好像他找到了 他的中心和安息的所在 从此之后 我就用谦卑 爱心和简单的信心 行在神前 凡神所不喜欢的东西 我就尽力地不想 不说 也不做 我尽力做我所能的 他也同我做他所喜悦的 现在 在我里面所经过的情形 是不能用言语来表明的 我已经没有痛苦 也没有疑惑 因为我已没有己意 只有神旨 我也在凡事上行神的旨意 我已绝对地顺服 若不是他的旨意 若不是单纯地为着爱他 或有其他的动机 就是由地上拾起一根稻草 我也不做 除开那些必要的之外 我已经不做定时 及形式上的祷告了 我唯一的事情 就是坚韧不拔的 和圣洁的神同在 我以一种单纯的注意 和一种情爱的吸引 来保守自己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我所称为 实行与神的同在 换一句更好的话说 这就是一种竞技 秘密 以及与神不断的交通 这常使我有里面的喜乐与快乐 有时候 这快乐太大了 我就不得不用一些法子来调和 遏制它 怕它在外面表显出来 被人看见 在这三十多年中间 我一点也不疑惑地知道 我的心一直与神同在 我能将许多的事情告诉你 但愿你不讨厌我 我也以为这是合一的 因为这是照着 我在神面前的情形告诉你的 我把神看作是我的王 我看自己是罪犯的魁首 满了污秽和败坏 好像一个人 对他的王犯了各样的罪 心里十分忧伤 我在他面前承认自己一切的罪 并求他的赦免 我也将我自己交在他手中 让他按着他所喜悦的方式来对付我 我的主满了怜悯和恩典 绝对不责打我 反而用他的慈爱怀抱我 使我有份于他的圣言 并且亲手服侍我 又赐给我他宝库的钥匙 他乐意不住地和我交往 他用千万种方法 在各样的事上 善待我 就像他对待他心所最爱的那样 我也就这样将自己一直放在圣洁的神面前 我来到他的面前 只有单纯的注意和情爱的吸引 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中的甘甜和喜乐 远胜过婴孩在他母亲的怀里 所以 如果我敢用一句话来表明的话 我就要说 这是神的怀里 因在这里 我能尝到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甘甜 假若因着软弱而要离开神的时候 在我里面就会有一种可爱可喜的情感 又将我召回去 叫我真不知道怎样说才好 我求你多回想我以往的败坏 因为这是你所完全知道的 我今天从神那里得的大恩 实在是我绝对不配有的 至于我定时的祈祷 不过是日常和神交通的继续 有时候 我就看我自己好像一块石头 放在石匠的手里 让他照他自己的心意雕凿 我求他自我能完全像他 在我的里面刻出他的完美形象 有时候 我一祷告 就立刻觉得 我的全灵 全魂一点不用立地 也毫无困难地高升起来了 并且停留在一个升高了的位置上 好像坚定在神的里面 又像是在忠心安息的地方 我知道 有人说这种情形是一种不活动 受迷惑 或曰爱自己 我也承认这是一种神圣的不活动 也是一种快乐的自爱 因为按事实看来 当人处在这种安息的时候 就不再会被以前常搅扰他的动作所搅扰 这动作在从前是帮助他的 如今反而对他有害 但是 我不愿意人说 这是受迷惑 因为此时此地 人是这样的享受神 以致除他之外 别无所求 如果这是我受了迷惑 神就该补救 但愿他按着他所喜悦的对待我 我只要他 也乐意完全献给他 我极愿意知道 你的意见 因我极看重你的敬钱 主里的弟兄劳伦斯 第七封信 我敬爱的弟兄 我的祷告虽然不值得什么 但是我已经应许你 我要守信 绝不放弃 以致不替你祷告 只要我们找到了神的宝库 我们就有何等的快乐呢 其余的东西就等于零了 哦 何等的没有限量呢 你若越花力气去寻求 你也就越要得着更大的丰富 所以让我们不住地去寻找这宝藏 不让自己灰心失望 一直到早着为止 我不知道我要成为什么 只是现在就是在睡着的时候 都有魂里的平安和灵里的安息 失去平安实在是一种痛苦 若有了平安 即使在地狱 我也得了安慰 我不知神留我在这里做什么 我的安静非常的深 连怕都没有了 我和他同在 有什么能使我怕呢 我尽力保守与他同在 在他的面前 将一切赞美归给他 阿们 第八封信 尊敬的弟兄 我读了你的信 知道你儿子在军中出了事 也了解你的担忧 我们有一位神 他有无限量的恩典 他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想 他要将你剥夺静静一 他要按着他自己的时间 到你那里去 并且正是在你毫无准备的时候 愿你在他里面有指望 胜过一切 愿你和我一同感谢他 引他赐你恩典 特别在你受苦的时候 赐你忍耐 叫你不屈不挠 这件事 正是显明他 顾念你的一个标记 愿你因他的安慰 并将一切感谢归给他 我也很钦佩 某君的勇敢和坚韧 神已赐给他一个 好的品性和意志 但是在他里面 还有一些属世的东西 并有青年人的脾气 我盼望这次他所受的苦难 对他是一副良药 使他不再自食 这是一个使他专心靠神的好机会 因他无处不与他同在 让他常常思念他 特别在最危险的时候 只要心稍一举起 向着神就够了 虽然你在行军的时候 刀还在手中 只要你有一点的纪念 一次的敬拜 不管你的祷告是如何的短 神是无不悦纳的 祈祷不但不使兵士丧气 反而使他更勇敢 让他尽力地思念神吧 让他一步一步地学习 与神同在吧 这再容易也没有了 只要往里面去敬拜他 谁都看不出你做什么 所以请你告诉他 照着我的办法去思念神 这件事对于一个当兵的人 既合适又要紧 因他的生命时刻冒险 这是为着拯救他的 愿神帮助他及他一家的人 你的弟兄劳伦斯 1688年10月12日 第九封信 我所尊敬而敬爱的弟兄 你所告诉我的 并不新奇 被游荡的思想纷扰 并不止你一个 我们的心思本是很散漫的 但是意志是我们五官的主母 他必须负责召回心思 并将他带到神最终目标的面前 我们起初学习祷告的时候 是一个没受训练的心思 他已经有了游荡 散漫的恶习 若要克服 实非意识 而且他所思念种种属地的事 常是我们所不愿意想的 我想一个补救的办法 是谦卑地在神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错 在祷告时 无需用很多的话语 因为没有次序的言语 尝试使心思游荡的原因 最好是将你放在神面前 就像一个困苦 哑口 风瘫的乞丐在妇人的门前那样 你的事情就是 保守你的心思在神的面前 如果他离开神 往外游荡 也不必怎样不安 因为心里不安 反而叫心思更烦扰 你必须用意志 安安静静地召回你的心思 如果你能这样坚持下去 神就会怜悯你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在平常的时候 不让你的心思跑得太远 就在祷告的时候 心思稍微一离开 也就易于召回 你必须要保守你的心思 绝对地在神的面前 常常思念他 你就会觉得在祷告的时候 也容易保守你的心思 安静在神的面前 至少是容易从游荡中召回来 与神同在的益处 我已经在其他信上说明 让我们严格地去实行 彼此带导 你的弟兄劳伦斯 第十封信 敬爱的弟兄 附上的一封信 是我回答某姊妹的信 请你替我交给她 我觉得她很有一点美好的意思 但是她要想进步地 比她所得的恩典更快 岂不知人不是一天 就能成胜的呀 我将她介绍给你 我们应当彼此劝慰 也当彼此友好的榜样 请你常常将她的情形告诉我 她是否一直热心并顺服 让我们想想 我们一生的事业 就是讨神的喜悦 其余的都不过是愚蠢和空虚 你我在修道院服侍已经四十多年了 究竟我们是否利用这些年日 一直爱她 服侍她呢 她对我们的恩赵 本是为着这个目的 当我回想 神从前怎样将她的大恩典赐给我 现在又继续地赐给我 同时又想到 我没有好好地利用他们 以致在完全的道路上 很少进步时 我就满了惭愧和不安 但是她还在继续地怜悯我们 还给我们一些时间 所以让我们奋发热心 纪念我们所失去的时间 让我们回头信靠那满有怜悯的父 因她时刻盼望着 要用她爱的臂膀来接纳我们 让我们真的拒绝尽力地拒绝一切 不是出于她的 而带着一颗单纯的心来爱她 因她是永远值得我们爱的 让我们不住地纪念她 全心地信靠她 这样做 我无疑地知道 不久就要得着她丰富的恩典 有了恩典 任何事情都能做 没有恩典 只会犯罪 如果没有神的实际的 和持续的帮助 在生命的道路上 就逃不出危险 所以让我们时刻求她的帮助 如果没有她的同在 怎能求她呢 如果我们不时刻想念她 怎能和她同在呢 如果我们没有一种思念 她的习惯 怎能常常有 她在我们的心里呢 你会对我说 我怎么老实说这一类的话 这是真的 因为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容易 最好的办法 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也以此劝全世界的人 我们在相爱之前 必须要有认识 如果要认识神 必须要常思念她 当我们爱她的时候 我们也必思念她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这句话 你要反复思想 1689年3月28日 第十一封信 敬爱的姊妹 要我写信给某先生 我觉得很有一些困难 现在我写给她 全是为着你和某姊妹的缘故 也请你将训令一纸抄 就寄给她 听到你那样的信靠神 我心里非常高兴 但愿她能将更多的信心 嫁给你 我们的朋友 是满有恩惠和信实的 无论今生和来世 她永不会失信 所以我们不怕信靠她太多 如果某先生知道 怎样弥补她的损失 完全信靠神 她就会赐给她一位 更能干 更顺服的人来服侍她 因为她是能改变 人心的主 我怕某先生太爱她的网友了 虽然爱朋友是应该的 但是切不可拿爱神的爱来爱朋友 因为爱神应该是第一位的 我求你记得我从前对你所说的话 就是常常思念神 无论在白天夜间 无论有事无事 总要纪念她 她时刻与你相近 和你同在 请你不要让她孤单着 如果有一位朋友来看望你 你就不好意思 让她一个人坐着 何况爱你的神呢 所以请你不要忘记她 要常常纪念她 不住地尊敬她 和她同活 同死 这真是基督徒荣耀的事业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点 我们就该学习 我也要在祷告里帮助你 1689年10月29日 第十二封信 我敬爱的弟兄 我不求神叫你的病的痊愈 只求神赐给你力量和忍耐 能忍受得住 愿你因着他得喜乐 这十字架是他给你的 他也要在合适的时候释放你 和他一同受苦的人 是何等的快乐呢 愿你常常能这样吃苦 也寻求他的力量来忍受 若他以此为你的需要 苦难无论多大多长 都该忍受 那些爱世界的人 是不能懂得这真理的 我也一点不奇怪 因为他们受苦 是因爱世界 并不是因爱基督 所以他们 以病为一种天然的苦痛 并不看作神的恩典 既然如此 就只觉得他的愁苦与疼痛了 但是那些在病中依靠神的人 认为病是出于神的手 神的怜悯 是借此使人得救的 因此就能体会他的甘甜和安慰 我盼望你能相信 从某种意义上说 神在病中亲近我们 比康健的时候更多 更尽力 不要依靠别的医生 照我看来 他要医治你的疾病 你完全依靠他 你就会得医治 如果靠医药过于靠神 病痛反而会延长 你无论吃什么药 只要是他所许可的 你就能得着益处 如果痛苦是出于神的 也只有神才能医治你 他常叫人身体生病 而灵性的这医治 请你放心 因他是灵性和身体的医生 我早已知道 你要对我说 我在主的桌子上 吃喝的时候 是何等的自由 是的 不错 但是请你想一想 如果一个罪魁在君王的桌上作息 而同时又不知道自己的罪 是否已得着赦免 你想 他会快乐吗 我相信 他必定非常难过 这难过也是无法遏制的 除非他信靠他无上的恩典 所以当我在王的席上吃喝的时候 一面看见自己的罪 一面又不觉得有赦免时 就非常痛苦 虽然这痛苦的本身 还是令人满意的 愿你在神所给你的环境中 得到满足 你无论怎样想我多快活 我却羡慕你 如果我与神一同受苦 纵然是痛楚与苦难 也是乐园 如果没有神 纵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快乐 也变为地狱 我一切的喜乐 就是为他的缘故而受苦 不久我就要到他那里去了 就是要到他的面前去交账 在今生 最叫我逮着安慰的 就是借着信心看见神 真的 许多时候我能够说 不是信 乃是看见了 我知道 信心所看见的是什么 在信心的把握和信心的实行里 我要与他同活同死 所以要继续与神同在 因为这是你痛苦中唯一的帮助和安慰 我也要求他和你作伴 你的弟兄劳伦斯 1690年11月17日 第十三封信 我的弟兄 如果我们有与神同在的习惯 身体上的疾病就必能大大的减轻 神常常应许 叫我们受一点小苦 好使我们的着洁净 并能和他同在 我真不懂 一个全心爱神和神同在的人 怎能觉得疼痛呢 我有足够的精力 可以毫不疑惑地这么说 你要壮胆 将一切的愁苦交给神 并求他赐你能力来忍受 最要紧的 就是要和他有继续不断的交通 时刻纪念他 时刻将自己献上 在病中称颂他 在最痛苦的时候 要以谦卑 爱心寻求他 好像蒙爱的孩子 在他父亲面前一样 求他给你恩典做帮助 并在他圣洁的旨意里行事 我也要用我不完全地祷告 帮助你 神有各样的办法吸引我们归向他 有时候 他向我们隐藏 但是唯有在神里面的信心 才是我们的辅助 也是我们信靠的根基 在需要时必定有效 我真不知神要如何地安置我 我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受苦 唯独我快活 虽然我是配受最残酷的痛苦的 我却享受极大 不断的喜乐 并且这大喜乐 简直是我容纳不了的 我真愿求神 将你所受的痛苦分一些给我 虽然我也是极软弱的 只要他离开我一刻 我就成为全世界活人中间 最败坏的人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能离开我 因为信心已经给我强有力的把握 我知道他永不离弃我 除非我先弃绝他 让我们战精地不离开他 永远和他同在 或活或死都与他同在 请你这样为我祷告 我也为你祷告 你的弟兄劳伦斯 1690年11月28日 第十四封信 我亲爱的弟兄 看见你病了这么久 我心里很难过 不过叫我的心烧得安慰的 叫我在愁苦中能觉得甘甜的 就是我深信 这些痛苦是神爱你的表迹 请你在这亮光里看 你就更易于忍受 照我看来 你最好不要再吃药 只是专一地依靠神 也许这就是神的旨意 等着你 要你完全信靠他而得医治 所有的看护 一切的医药 对于你的病 不但无用 病是反而会加剧 所以你当完全仰赖神 将你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 这并不是试探神 在前封信里 我已经告诉了你 神为着要医治你灵性的病的缘故 他就让你的身体生病 所以应当壮胆 不要求神赐你脱离这病 要求神赐你力量 能勇敢地忍受 为着爱他的缘故 只要他愿意 他欢喜 就让病延长吧 这样的祷告 按天然方面来说 实在有些难 但是这是神所最喜悦的 也是那些爱他的人 看为最甘甜的 爱能使苦变甜 人若爱神 为他受苦 就有喜乐和勇敢 我劝你这样做 由他那里得着安慰 他是唯一的医生 他是受痛苦之人的父 等着要救我们 他爱我们的心 远超过我们所能想的 所以请你爱他 除他之外不求医治 我盼望你能早日不要而康复 再会 虽然我的祷告不好 我也要用祷告帮助你 你的主内的弟兄劳伦斯 第十五封信 我最亲爱的弟兄 感谢我们的主 因他已让你的病好了一些 我自己也曾几次病危 可是心却非常快乐 满足 照样 我并不求医治 我只求他赐给我力量 让我能勇敢地 温柔地忍受 啊 与神一同受苦 是何等地甘甜呢 无论痛苦多大 总要用爱来接受 和他同苦就是乐园 在今生 我们已经能享受乐园的安息 所以应当常常用谦卑和爱心 来与他交通 不让我们的灵往外游荡 当时我们的心成为灵宫 我们在此宫中不断地敬拜他 我们当时刻警醒 凡他所不喜欢的事 我们不做 不说 也不想 当我们这样充满了他时 苦难就会成为甘甜 告犹和安慰了 我知道 要达到这一种境界 在起初的时候 是非常难的 因为需要纯洁 专一的信心 但是虽然难 我们知道 只要有神的恩典 就凡事都能行 如果你能恳切地求他 他必将恩典赐给你 你若扣门 他要按他看为最好的时候 替你开门 他也要赐给你多年所求的 请你为我祷告 像我为你祷告一样 我盼望不久就要去见他 再会 1691年1月22日 第十六封信 亲爱的弟兄 神最知道我们的需要 他一切所做的 都是为着我们的好处 如果我们知道 他是多么地爱我们 那么 由他手而来的一切 甘甜和苦难 都要一样地接受 因为凡由他而来的 没有一样 不是好的 只要我们在这个亮光中看 即使是最痛苦的苦难 也不至于难受了 当我知道 这苦难是爱我们的神所赐的 好使我们因受苦而自卑 我们的苦难就要失去他的苦味 我们的身影也要成为喜笑了 让我们来学习认识神 你认识他越多 你也就越想要认识他 因为爱神的程度 与认识神的程度是成正理的 所以你认识他越深越多 你爱他的心也必越深越多 如果我们真有一颗爱神的心 那么我们承受的 不管是痛苦或喜乐 我们也必定一样地爱他 千万不要因着 有快乐的感觉来寻求神 来爱神 无论这感觉多好 他永远不能像简单的信心那样 带领我们亲近神 所以让我们借着信来寻求他 你不必往别处去寻找他 因他就在你的里面 我们真是该受责备的 因为我们常为所小的事情忙碌 反而将他放在一边 这些所小的事 不仅不能使他喜悦 而且好多事得罪他的 他今天虽然忍耐着 但是有一天我们必须出重大的代价 让我们热切地势奉他 把其他事都放在一边 不放在心上 求他的恩 让他来管理一切 如果我们肯做我们的那部分 不久就会看见 他要在我们的里面 做成我们所盼望的 因着他所赐给我们的拯救 我真不知用什么话语来感谢他才好 深切盼望因着他的怜悯 我能于数天之内去见他 让我们彼此带导 1691年2月6日 劳伦斯弟兄两天之后就躺下了 不到一个礼拜就回了天界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 明镜与点点栏目 鬋